长得好看就可以为所欲为吗 你别说可能还真的如此 最近有一件贺林的年轻人 反复出现在国外的社交媒体上 伴随着一大帮网友 呼吁美国法院还贺林正义 但是这个贺林并不是受害者 而是一个杀害了一对母女的罪犯 那这是怎么回事呢 就是因为他是一个18岁鲜肉小帅哥 在庭审上拥有了粉丝 后援会 关于他的视频单平台累计播放率 就达到了12亿 甚至有上万人联名要求他脱罪 美国人这又离谱你们知道吧 这个贺林出生在一个典型的中上阶层家庭 住在佛州的坦哈夫人区 那边随便一套别墅都是数百万美金起 而有一天早晨 18岁的贺林和比他小一岁的朋友 分别开着自己车前往间房 路人发现这两辆车明显是在飙车比赛的状态 他们一直处于平行 一度以100英里每小时的速度在大街上乱窜 这天有一个24岁年轻母亲琪琪卡 带着一家人探访住在这里的亲戚 清晨他推着睡在婴儿车里的一岁女儿 打算在公园散步后回到亲戚家 十字路口的绿灯亮了 杰西卡推着女儿过马路 这时贺林和他朋友的车 以时速超过160公里的速度从路口窜出来 在朋友车避开之后 贺林直接把这对无辜的母女撞飞 两人几乎当场毙命 杰西卡的丈夫早晨开车出门办事 在回家时 总是畅通无睹的街道变得非常拥堵 丈夫觉得有点不对劲 于是选择了绕路 他怀疑前面出现交通事故 心里还特意为这个出事的陌生人祈祷了一下 而当他打开大门 只看到一家三口的行李 原本应该回到家的妻子和女儿却不见踪眼 他脑子嗡的一下 随后呢就接到了警方的电话 到达医院时 他看到牧师从病房里走出来 知道自己的妻子和女儿已经去世了 今天早晨还其乐融融的家庭 一瞬间被撕裂 他只能在太平间抱着妻子和仪子的女儿 伤痕累的遗体在哭泣 而这一切都是贺林和他朋友造成的 今年4月份 这个案件终于开庭 虽然案发时贺林只有18岁 免家还可以按照青少年的标准进行清判 但是周检察官在考虑后 任案决定 这个人必须按照成年人的标准出发 在法庭上 受害者杰西卡的丈夫回顾了妻子一生 她说 我无法说清楚 那天我走进停尸房 看到你给他们造成的伤痕是什么样的心情 我用了一生的勇气 才努力走进那个冰冷的房间 丈夫谈起妻女被贺林撞死后 他就在亲戚家的婴儿床前面坐了一整天 仿佛能看到妻子带女儿在那里玩耍 他试图想象他们会玩什么玩具 唱什么歌 但最后他面对的只是一个空房间 他只能打开衣柜 闻着妻子和女儿衣服上熟悉的气味 和空气拥抱 在法庭陈述中 丈夫几次崩溃 无法继续说话 周检察官考虑贺林害死了两个无辜年轻的生命 因此对他进行了重判 今年21岁的贺林 因犯有二级重罪 车辆杀人罪和一级轻罪 非法赛车罪 被判24年的有期徒刑 说到这里 是不是有人觉得判得重了 其实法官这样做也是有理由的 因为他们在贺林的 肇事汽车的行车记录中发现 他在车后前几天还进行了多次飙车 几乎每次时速都超过了160公里每小时 而且早在未成年的时候 他就多次被警方因为超速扣押驾照 但当时因为没有造成伤害 又因为他是未成年 仅仅对他进行了口头警告 但是他吸取教训了吗 可以说就算那天他没有撞死Jessica母女 他也会一直非法超速飙车 直到某天撞死其他人 这24年的判决 不光是因为他这次杀的人 也是给他多年来屡教不改算种账 但是谁知道 最近互联网上却掀起了挽救贺林 为贺林找回正义的风潮 甚至贺林在法庭上的照片和视频 都被当做明星一样疯传 当贺林的庭审视频传到网上后 很快就有人评论 他长得太帅 这不我老公吗 完了 我要爱上罪犯的这种迷幻言论 那如果你觉得这只是一小部分网友 那么你们错了 视频网站上把他的庭审 和一些之前的碎片视频 做成同人剪辑辟图 甚至还有人把他辟成了天使 最流行的片段就是他在庭审上 听到被怕24年后 瞪大了无辜的双眼 显得手足无措的样子 一大拨人就是因为这一幕 彻底粉上了赫连 不仅创作图片和视频 他们还配上各种 我只是心疼哥哥的文字 比如说什么 希望你的笑容永远不会消失 各大网友们纷纷表示 24年判太重了 这只是一次交通事故 他这么年轻帅气 在监狱里关24年纯属浪费 他们反复用赫连在庭上哭泣 与父母拥抱的画面 凸显他有多么可怜 却没有人提一句受害者 完全无视了当天哭崩了的受害者家属 如果你们觉得在视频网站上声援他 纯粹是为了自己蹭热度想火 那么你们又错了 他们还专门为赫连建立的签名网页 在目标是1.5万人给赫连减刑的一面中 已经拿到了1.4万个签名 这个数字还在不断上涨 在他们看来 如今21岁的赫连就还是个孩子 但是被撞飞的吉西卡一岁宝宝不是孩子吗 而且当时吉西卡也只是24岁大学刚毕业的女孩而已 他们说赫连值得第二次机会 却忘了吉西卡和他的女儿 从此再也没有第二次机会和家人团聚 更讽刺的就是与赫连一起飙车那个朋友 也被判处了6年有期徒刑和200个小时的社区服务 这个人比赫连还小一岁 当时根本就未成年 也并没有撞死母女二人 但是根本就没有一个人替这人说话 因为他长得不帅 看来网上最近声传那么一句话叫 颜值即正义 这句话还不是空穴来风呢 那各大网友们你们怎么认为呢 判他24年是应该的还是判得太重了呢 可以把你们的想法放在评论区告诉我 点赞个路 三天还有更多消息带给你